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来跟上我们的进度 同时也鼓励弟兄姐妹 还有您的教会 可以开始来订购 新的一季的 每日研经十一的读本 因为从十月份开始 我们要来一起研读 很多人反映读不太懂的 立位记 立位记非常的重要 因此我们可以透过每天一起来 认识神的话 明白其中的道理 十一月份我们会一起来 研读精彩的试诗记 那边有许多 信心的前辈 给我们美好的信仰的榜样 因此鼓励大家 可以赶快来订阅 每日研经十一的读本 而我们的这个视频 也都是按照他的 经文的进度来录制的 我们继续来看 罗马书第十一章 保罗在罗马书的九十十一 这三章 要来探讨 关于上帝 他跟以色列百姓之间的 一个关系 罗马书 一到十六章 其实都是在处理神的义 或是神的公义的问题 所以呢 当这个上帝再一次提醒 犹太人 也告诉外邦人 上帝从旧约到新约 他的拯救的方式跟计划 都是透过因信称义的方式 来把救恩赐给人 也就是说 当罪人愿意认罪悔改 真心来到主的面前 寻求一个神的赦罪之恩 以及能够来讨神喜悦的新生命 神就顺免他们的罪 并且赐给他们新的生命 新的身份 新的身量 以及成为上帝儿子的荣耀 而且所以从旧约到新约 这个因信称义的原则都没有改变 所以呢 保罗说如果这个以色列的同胞们 继续坚持 他们就是只要因行为称义 因行律法称义 那这个是没有好下场的 这个是会灭亡的 那如果神因此就灭亡了 这些被逆的以色列人 这样神算不算对不起 以色列人呢 算不算对不起亚伯拉罕之约 对不起曾经跟他们立的大会之约呢 保罗说完全没有 因为从旧约到新约 神的做法是一致的 而且整个旧约历史到我们看前 以色列百姓早就该灭亡几百次 早就该被神绝子绝孙几百次 而每一次都是神留下恩典的余数 让他们留下一些百姓 让他们继续来相信 因信称义的救恩道理 直到他们迎见耶稣基督为止 我们来看第十一章 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 就是自以色列 断乎没有 因为我自己也是以色列人 我自己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是属于变亚敏之派的 一个纯正的以色列人 神并没有弃绝 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 上帝并没有放弃 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 指的就是以色列 其实神从头到尾都非常了解 以色列人是 不好意思 以色列人是什么德性的一群人 以色列人他们跟我们 真的都一样 都是罪人都很软弱 我们这个以前不认识摩西律法 我们是想靠着这个平良心行事 然后靠这样来称义 或是靠这样来躲避上帝 末日公义愤怒的审判 那以色列人跟我们也是一样 他们也是一样 他们宣称他们行事为人 都在遵守律法 对得起律法 但骨子里心里面都不是 所以犹太人外邦人 他们的结局都是灭亡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见就是说 上帝他预先就知道了 以色列百姓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神并没有因为这样就放弃了 弃绝这个百姓 我们透过在初埃及记里面 那个金牛赌事件 那是那时候上帝就跟摩西说 我要放弃弃绝这些恶百姓 我只留你摩西就好 所以如果这件事情成真的话 现在就 现在我们就不会称这些人叫做以色列人 我们现在会称这些人叫做摩西人 但是因为摩西的苦苦哀求 以及上帝的怜悯 所以呢 从金牛赌事件开始 一直到以色列人后来亡国 也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 上帝之所以还留着 以色列人 其实都是出于他的恩典 出于这些先知的代求 出于上帝 他的恩典怜悯 不然以色列人 早就该跟历史上很多的民族一样 早就该消失 早就该灭亡 所以以色列人真的没有什么好夸口的 所以他第二节说 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 这些以色列百姓 你们岂不晓得 再一次保罗就来挑战这些犹太人 你们岂不晓得经上 圣经上有论到以利亚先知 他是怎么样说的呢 以利亚先知在神面前 又是怎么样控告以色列人呢 那以色列人就是很坏 然后大家就这个论都背弃了 对耶和华的忠心 都去拜巴黎了 因为那时候是耶喜别在控制这个国家 亚哈王也都听这个皇后耶喜别的话 所以以利亚他就在列王纪上第十九章 他逃命的时候 他因为耶喜别要杀他 他就害怕就逃跑 他就跟耶和华上帝说 他们杀了你的先知 拆了你的祭坛 只剩下我一个人 而他们还要寻所我的命 他就跟神抱怨这样的事情 第四节 神的回话是怎么样说的呢 这个保罗继续讲 我们都还记得在列王纪那边 神怎么回答以利亚呢 神他说 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是为丞相巴黎齐虚的 上帝告诉耶利亚说 不是只有你 我还另外为自己留下了七千人的 愚民愚数愚种 我特别留下七千人 免得以色列绝子绝孙 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然后呢 这个第五节 如今也是这样 保罗说 从旧约 出外籍记的金牛犊事件 到后来 这个亡国时期的 这个在北国的 亚哈王当政的时候的 以利亚时代 金牛犊时代 以利亚时代 到今天 以色列人亡国了 被罗马人统治了 而且耶稣已经来了 即便到今日 以色列人的德性 一模一样 都没有改变 都是靠着神在历世历代 为他们留下一些 鱼种 鱼民 目的是要 不放弃 以色列百姓 这个族群 目的是要让有一些鱼民 也可以继续继承着 因性称义的 真正的信仰 等候 遇见耶稣基督的来临 等候 有一天 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 在地上建立他 荣耀的神的国度 所以神并没有放弃 整个 以色列民族 我们继续往下看 如今也是这样 继续是照着神 拣选的恩典 神对以色列人的 拣选的恩典 从旧约到今日 都存留着这个 拣选的恩典 还有所留的余数 所以是照着上帝 拣选的恩典 因为 以色列人跟我们一样 都软弱都犯罪 都当死 所以上帝特别 给他们一些恩典 拣选的一些人 让他们留下来 也赐给他们一个 愿意悔改的心 接受因性称义的 救恩道理 所以呢 历史历代 都有留下一些 渔民 或是以色列的渔数 让他们去彰显 他们能够存活下来 是出自于 上帝拣选的恩典 第六节 既然是出于恩典 就不在乎行为 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 这就很重要 以那个七千个 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人 他们并不是因为 他们没有向巴力屈膝 的这样的好行为 而被神拣选 因为不向巴力屈膝 不做恶事 本来就是上帝百姓 本分当行的 这个没有任何功劳可言 这个是本来就当因 应当如此行的 所以呢 他们这七千人之所以 被上帝拣选 不是因为他们 不向巴力屈膝 而是神特别拣选 他们恩待他们 给他们一个信心 使他们能够因信 而倚靠神 而不向巴力屈膝 所以这是出自于神的恩典 不是出自于他们的功劳 所以呢 如果是在乎他们的行为 那恩典就不是恩典了 那就是因行为称义的 第七节 这是怎样呢 以色列人所求的 他们没有得着 保罗说要做一个结论 所以这件事 整个事情 到底是怎么看待呢 以色列人所追求的是什么 义嘛 在第十章保罗一开始就讲了 以色列人他们向神有热心 但他们却不是按着真知识 来向神有热心来侍奉神 他们是用错误的知识 因为呢他们怎么样 他们不知道神的义 或者说他们故意不知道神的义 乃是透过认罪悔改 谦卑依靠神的赦罪之恩 以及神所赐的恩典跟力量 是要靠神才能行义 而不是靠律法 靠行为称义 所以呢 这边就告诉我们 就是以色列人 他们所求的是 想要立自己的义 所以他们没有得着 因为凡想求自己的义了 必定被律法作主跟审判 因为人都不义 第三章说没有义人 一个都没有 但是呢 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 记得蒙拣选的人 并不是因为他行了义 而被拣选 而是处于上帝的恩典 处于上帝的恩典 因为人人都当死 所以上帝都留了一些渔民渔数 然后让他们听见福音 相信福音 求告主 然后呢 神就赐给他们新生命 以至于他们能够 做上帝所存留下来的渔民 所以呢 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 而那些想要得着自己行为 诚意的人 他们是得不着义 其余的人呢 就是那些刚硬的人 就成了顽梗不化的 悖逆到底的人 如经上所记 他就引用 生命纪29章第4节 记得保罗所引用的这些旧约经文 都是老早从摩西五经的时代 老早从摩西时代 神就看穿了这一群以色列百姓 不断的责备他们 不顺从 不顺服 应行自以为义 所以到如今 到现在的21世纪 以色列人真的没有什么好夸口 保罗说如经上所记 神给他们昏迷的心 眼睛不能看见 耳朵不能听见 直到今日 不是神故意让他们 这个心昏迷 眼不能看 耳不能听 而是神任凭他们的选择 神任凭他们不听劝 让他们的心就继续昏迷 眼继续不能看 耳朵不能听 直到如今继续拒绝 上帝的福音 保罗说第九节 大卫也说 就引用诗篇69篇22到23节 愿他们的言席 变为网罗 变为激战 然后呢 这个变为绊脚石 做他们的报应 也就是说 他们还在自以为义 然后呢 在那边 这个吃喝 快乐 愿他们这些骄傲的言席 变成他们自己 陷进去的网罗 变成他们的绊脚石 变成他们的报应 愿他们的眼睛昏蒙 不得看见 愿你时常 弯下他们的腰 弯下他们的腰 代表是使他们的骄傲 被神 这个折腰 被神惩罚 然后呢 让他们 故意不想看见的眼睛 那神就任凭 这个眼睛继续昏蒙 不能看见 今天经文给我们 很大很大的提醒 我们 我们这个行义 或是说我们 做神所吩咐我们 要做的事 祂是我们的本分 祂从来都不是我们 跟神可以交换 祂的 拣选跟恩典的筹码 我们都是蒙恩的人 我们 说真的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都是神特意 给我们恩典 所留下来的 余术 余民 我们没什么好骄傲的 我们该像保罗一样 拼命的去还福音的债 拼命的去顺服神的旨意 因为就像这个 在第十章 保罗曾经说过的 主耶稣基督 把祂的真知识 真救恩 十字架的真理 祂的话语传给我们 我们要继续把它传出去 因为人如果没有听见真理 他不可能相信真理 他没有相信真理 他不可能去求告 主耶稣的名 做他们生命的主宰 做他们生命的君王 好叫他们彻底脱离 罪恶死亡魔鬼的瑕疵 因此我们要好好的去 传扬主的福音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一切都是你的恩典 我们没有什么好夸口的 我们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继续活在你 极大的恩典里面 主要来过逃你喜悦的生活 不仅是内心世界 过一个逃你喜悦的生活 因为我们的行事为人 也不断的主动的积极的 在分享传扬见证 你自己伟大的救恩 这才是你所喜悦的 里面跟外面 我们的生活 奉主耶稣的名道 告阿妹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